我們今天是邀請到我們的畢業生 今年秋天的畢業生平渝 然後我們今天有四個畢業生 然後平渝是其中一個這樣 那今天就是每一年都做這個 然後我就一直還在這樣 但今天我要畢業 所以應該這個很有可能是我最後一次錄了這樣子 我從當時來的時候我有看那些影片 到我現在是那個影片中的主角這樣子 對對對 有覺得說好像時間過得很快 對 時間過得很快 對啊 我覺得這個 但每一年我覺得看到大家就是畢業 然後因為你們剛來的時候 然後到畢業的時候就是 其實我覺得在生活上 或者是說對那個比如說環境的自信 還是什麼 就我覺得差蠻多 就剛來的時候可能比較懵懵懂懂的 對對對 然後但是來很久之後就蠻熟的 然後所以就是 就可能說可以就是來記錄一下說 我這個一年一年一年之後 然後這個求學的感想這樣子 精準一點的話是一年半 一年半 對 因為我前面練了半年的語校 哦 對 所以我才會是秋季畢業 所以感覺可能也可以 今天可以來聊一下那個語校 對對對 語校其實不錯啦 那個蠻有趣的 你那時候語校是就是全職語校還是一半上的 哦 全職語校還是一半上的 哦 全職語校 是全職的 對對對 那個就是語校 那個不是說你上正課之語再去上個英文課 他就是全天的英文課這樣子 然後他不算 那個身份不算是學校 就是你還不算是那個Program的學生 就是不算在教說我是工業工程嘛 等於那個時候我還不是工業工程系的這個學生 對 因為衣服代表有三種錄取方式 對 條件是 Conditional 然後Dual 對 然後和Fore Mission 然後如果是Conditional 就進來要Fore Time的語校 對 沒錯 然後在語校期間你必須 一樣你要考英文考試 然後達到學校要求的 看是Dual的還是Regular的條件 嗯 對 這樣子 對 我其實有上過 但是我那時候是Dual 所以其實我是同時上課和上語校 對 第二人都是我的第二次學期 對 他是一階一階上來的 對 他是一階一階上來的 沒有 你有本事 你也可以考多福考到79以上 你就可以跳過那一階 但是基本上很難拿 對 因為他是 我記得他是平良嘛 期末平良 然後過了之後 你就會到達下一個等級這樣子嗎 沒有那麼簡單 就是因為在語校的話 他有分很多不同的班 你是C1 C2 B2 ABC 然後還有分 A1 A2這樣子 那除非你是在最高的那個班 然後你這個班順利的pass 那你當然可以直接進入了Dual 但是基本上我們進去的這一些 英文不是很好的人 我們通常都不在那個班 所以他進去的時候還要分班 對 我們在進去前會有一個小測驗 是根據測驗 不是根據以陀佛這樣子 不是 是進去的時候還有測驗這樣子 然後分班就看你分到哪裡 然後 所以我們到最後我們結束的時候 我們還是 我們大部分那些語校的人 都是有再去考Dualingo 去考完之後 然後成績過了 過了之後再 等於說我滿足了這個條件 蠻值得的就是課程 就是除了讓你怎麼講 就是說適應就是講話的速度 然後以及就是 或者是美國上課的模式 或者是甚至作業 美國作業這樣子 每週會有作業這樣的模式 我覺得都蠻像 就是正式上課以後會遇到的東西 如果要我說的話 我會覺得如果以國際生來說 如果你剛來到一個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語言學校是一個很好的新手村 對對對 因為它第一個 你語言就是你最不熟悉的 然後可是你上課的環境的 每一個同學都不是native speaker 大家 其實大家的英文程度都差不多 所以你們可以很好的交流 那個是一個很好的建立自信的地方 然後老師也知道 英文不是你的專長 所以他會比較用錢 很有耐心可以教你 然後因為在那個環境 比較沒有課業上的壓力 就是學術上的壓力是比較少 所以大家都是 就很自在 然後就是 就很像你去上芝麻接梅語 就是那種快樂 快樂學英語 對對對 然後因為大家都是國際生 所以大家對彼此之間 會更加的有那種 就是大家都是一樣的人 會互相更能理解這樣子 那你那時候遇到的同學有哪些國家的人 日本、韓國、印度 然後也有甘果 西班牙 然後還有哥倫比亞 OK 還有什麼 好像大致上 那這些人就除了我們台灣學生以外 他們只是為了念語下 還有一個沙烏迪阿拉伯 沙烏迪阿拉伯 這個真的蠻特別的 然後大部分的人 目前我當時看到的 除了我們那群台灣人以外 大部分人感覺都只是 來上個語校 還有學生身份而已 拿個學生身份這樣 因為上語校你就有個學生身份 你可以留在這邊 那他們後來去幹嘛 就沒有念 有一些同學回到自己的國家 讀大學 然後有一些同學是 還在語校上課 所以他們原本也是 就是在他們國家是學生 然後來這裡上個語校 再回去再繼續書念完 他們大部分 因為他們年紀其實 年紀其實大家分佈都蠻廣的 有一些甚至還未成年 然後有一些其實 像我們這個碩士 甚至屬於在那邊 算年紀比較大一點 大跟大進去 你就可以很明顯看到 那種十六七歲的人 跟二十五六歲的人的差別 原來如此 好 那我們就首先來聊一下 品余在台灣的球學背景好了 就是其實我一直不知道 有很多同學 我都不知道你們的大學念什麼 但是因為來的時候 就知道說 你們的碩士是來念 不一定是工業工程 還是電機啊 還是其他這樣 然後可能原本的碩士 在台灣的碩士 可能想一樣 或者是不一樣 比如說像你可能就是 在長坑的時候 右手可能不一樣 對 那所以像 像你在台灣的時候 你大學是念 我大學是念機械系的 但也是長坑大學的機械系這樣 然後我到研究所之後才去念 也是長坑大學 然後只是我念了 這個系的名單叫工商管理 工商管理學系嘛 然後來到UWN這邊是工業工程 這樣 所以你選工商管理 然後從你的機械這樣子 然後是怎麼樣的一個發展 就是因為 這個就講到我的背景 是因為我家自己有工廠 就我媽媽他們經營一間工廠 然後所以這也是一開始 選擇那間機械系的原因 那後來就發現說 其實 就了解那個產業環境 對對對 先了解產業比較硬的知識 工程知識 後面就發現說 其實只要經營一家工廠 甚至經營一間公司 有那些工程知識是不夠的 所以我後來才去念了工商管理 那當時也是有一些老師 建議我去念 不然你就到管院去看看嘛 然後就到了工商管理 然後到了工商管理之後 就發現 學校有做這個program 就是來美國讀書 一加一 就是在台灣念一年 在美國念一年 拿兩個學位 所以我就來了這樣子 所以工商管理那時候就是 因為UWN這邊 你會選工業工程 原因是因為 就是合作工業工程 還是其實你可以選其他系 這兩個都是答案 第一個就是因為工業工程 UWN工程也剛好 跟長根的工商管理配合嘛 那也有其他的系可以選 就是我們那時候還有簽什麼 像法國 還有簽什麼馬來西亞 可能就簽了好幾個國家 但是那個都比較偏商業類 就不是我想要的 那這就是 我覺得工業工程還是在 更貼近我最一開始 為什麼我念工商管理 就是因為我想要幫助 就是想要跟我家有關係嘛 所以其實不是因為 你比較喜歡美國 所以選美國 是因為那個系 對對對 剛好只有美國有開這樣子嗎 也是因為我比較喜歡美國 就是那幾個國家 當然就是 都很剛好 就是你看又喜歡美國 剛好也是工業工程 對所以來了嘛 因為它好像都是商學院 然後又有日本 對日本的管理學院這樣子 但日本你去的話需要會日文嗎 呃 我看到 那時候我聽到學長姐的建議就是 不是學長姐的建議就是 剛好老師的建議嘛 上課都是英文授課 對 但你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你在日本 你都認識不到日本同學 你都會認識外國同學 因為上課的人 都是外國人 對對對 因為是英文授課嘛 所以其實日本人反而不多 對 那就是很有意思的地方 哦 而且在日本如果你不會 點基礎的日本 你在生活上也會比較不容易 我覺得應該是蠻困難的 對 但是它的考試是有一些 那幾個日本學校 有一些是規定你要會日文 至少要N2或N3 那有一些是直接不 沒關係你就英文好就可以了 嗯嗯嗯嗯 了解 那你在台灣念工商 工商管理學院 他是叫工商管理學院 然後他是算是在 你說 他算是管理學院嗎 對在長庚大學是管理學院 嗯 那你覺得就在台灣 你們之前算是念過一年之後來嗎 還是念到其實快結束的時候來 呃 我是念在台灣念了兩年 因為當時就是其實也碰到疫情 就是我們那時候 2022年2021的時候 其實台灣不是疫情的嚴重 對對對 然後那時候其實當然也卡到我 就是 呃我也還沒有準備好的英文考試 很多事情都還沒準備完 來不及來 所以我就往後等於說 我是碩3的時候才來美國 OK 對 然後 然後這個program是你台灣那邊的論文 就是 就要先完成嗎還是不用 呃 知道就是台灣跟美國的話 呃論文其實你寫一份就好了 嗯 這個就是 因為但我是在台灣沒有寫論文 我來美國寫 但這份論文在台灣是承認的 OK 所以就二選一這樣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在台灣寫的論文 美國是不會承認的 喔所以還是要寫這樣子 對對對 你在美國寫的話 你就是 呃 你台灣承認嘛 學分拿到 呃這就講到說 美國的碩士班是有分 CISUS跟NUNCISUS 你可以選擇要寫論文 還是說你不寫論文 然後你就修課 不寫論文就多修 好像多修三 兩三堂課吧 我覺得 反正學分上算起來是差不多的 因為論文就六學分 他就擋掉了兩堂課啦 嗯 然後 那我在台灣因為我沒有寫論文 所以我就想說 欸那我就來美國寫吧 反正都可以用 嗯嗯 一魚二吃 對對對 是這樣子寫的 那你覺得就是在 因為你在台灣也是練了差不多兩年 所以其實蠻熟悉台灣的研究所模式 你覺得跟這邊研究所有什麼差別嗎 呃 因為我在台灣並沒有近實驗室 沒有寫論文 所以可能 就是如果以研究方面來講 我就說不準 比較沒辦法理解 對對對 但如果以上課來說的話 我會覺得這裡比較 嗯 我感覺到我覺得美國學生還是比較自己 就是怎麼講 嗯 他們有問題 第一件事情找的都是先問老師 嗯 假如我課業不會我先問老師 可是在台灣我們比較喜歡 欸先問同學 欸你剛剛老師講的那個是什麼意思 啊剛剛這個你會嗎 嗯 對我覺得這是美國跟台灣 學生身身上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我觀察到的 上課的部分 對是上課的部分 然後我自己的認知是這樣 就是嗯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感覺到 但是我在台灣的時候 我念研究所的時候 其實課業壓力幾乎是沒留什麼啦 就是 哦對這個也是對 然後我是覺得美國的 就是 我覺得不只是研究所或博士班 就是大學生的課業 就是那個每一周有的課業也是蠻重的 這個我完全承認 就是確實 因為我剛剛沒有想到 這樣一講我就想起來 確實在美國的課業壓力是比較大的 嗯 對 那 但是因為我說的不太準 是因為我的 我第一個學 我那個時候只修了 我修了兩門課 嗯 就是兩堂學上 那個系上的課 然後再修了一個英文課 其實這樣子 總共就是三門課嘛 然後十學 十學分 因為那個英文課是四學分 十重的 嗯 然後 那個學期我真的很累 嗯 但是在台灣 你說對我的時候嗎 對對我的時候 因為當然這個是因為 並不是因為學分很多還是什麼 是因為每一堂課其實都蠻重的 嗯 然後你又用你自己不熟悉的語言 在這上課 然後 呃 你在這邊的生活 你就只有一個人嘛 嗯 然後 就是 跟這個科業壓力一比起來是有差 所以在這邊就是 大家不要 修課上 拿捏一下自己的 幾經幾兩重要拿捏一下 我覺得我來之後也是 就是體驗到說 在台灣通常都不會認為說什麼三四門課很重 對 在台灣他不會 然後可是在這邊我覺得三四門大概就是幾歲 哦很硬了 你那學期就會很辛苦 嗯 對 對所以我覺得這個大概是主要 可能也許是差別之一吧 就是那個台美研究室 對對對 這個這個是 科業的壓力 然後 大家語言 語言是不用說啦 語言一定是不一樣的 然後 所以 所以你會覺得就是留學期間的話就是 這個算是其中一個挑戰性的事情 呃 科業壓力是 但是我覺得他不算是 因為他算是有一點預期啦 而且還好 而且 這科業壓力稍微重一點 這個是 呃 它是一個挑戰 但是它不是主要對我來說 不是說 我也覺得痛苦 還是什麼 哦 不是 大家都這樣嘛 對 就是一個很正常 我們就 我自己開始給我預期了 對對對 因為以前已經聽過學長姐 或者是 曾經在國外讀書人回來講 講過的事嘛 對對對 它是一個挑戰 但對我來說還好 ok 我也覺得很累 但是不會是一個 嗯 阻礙 就是 或者是 哦 或者是建議啊 你要想清楚哦 不會是這個理由 嗯 對 所以你有覺得就是除了這個以外 其他的嗎 就是 你覺得是挑戰的事情 或者說比較 不要在美國翻 就是來越美國的時候 遇到就是比較困難 或者是 我會說 會畫比較多心思的東西 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講就是 因為美國這裡 你不習慣 就是他跟台灣 台灣太大 太有效率了 嗯 然後又方便 又有效率 假日也在工作 然後 就是光是一個 你處理一件事情 美國這邊就是 一個你假日找到人 下班時間找到人 嗯 然後 所有事情都是要協議 沒有溝通 嗯 然後有時候他可能 你就是要一直問一直問 你要一直追 他才會給你東西 那 在台灣 如果假設 假設你今天去 一個教務處 或是學務處 然後你要問你一件事情 如果他那個人不知道 你的東西什麼 他也會很積極的幫你處理 然後沒有 那我幫你看看 嗯 然後他就會問一下 其他同事會怎麼樣 可是在美國會有一點 他的態度比較像 這不是我的負責的範圍 哦 It's not my business 那種感覺 你自己想要 你自己再去找 這個是我覺得 美國跟台灣還是比較 呃 就是 有差的地方 台灣人還是比較熱情一點 他會積極的幫你解決問題 美國這裡的話 很破運氣 看你遇到誰 這樣 有學校的事情 學校 不管是學校還是 呃 行政單位 嗯 就是 不一定是學校 或者是外面的 都是這樣子的 嗯 所以在這邊你 而且這邊的效率比較差嘛 然後他們又只有 呃 他們速度慢 所以你更多是你要更提早 你抓的時間都要抓 在 你要自己拉一點 彈性時間 嗯 什麼 這種時間安排 時間規劃就要更有 對 就是自己要抓的更好一點 嗯 對 我覺得 這個是在台灣 我們會被寵壞 呵呵 對 就是說什麼 那個 欸接下來等七到十個工作天 對 有時候可能等更久 這樣子 對 在台灣基本上你要很多天 如果真的 像我光是 畢業證書也是一個 嗯 因為我要拿 我畢業證書必須要 交回長根 我最近才在問 他跟我說要三個禮拜 嗯 呃 就是還要三個禮拜 然後三個禮拜之後 他才會mail到你的美國的地址 那如果你要再 然後國際運送 對對對 所以我要國際運送嘛 嗯 那就不知道 可能再加個幾天吧 OK 那我就有點 蛤 那在台灣不就跑完 到教務處 點個蓋一下就走了 嗯 然後這個也是我覺得 我其實蠻 我其實不知道 他到底是哪一個 哪一個處是寄的 就是 應該不是 不是國際事務處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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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一個 應該是graduate school 就是研究深院 然後大學部可能就有一個大學部的 OK 因為我寫信的時候 他沒有問說 喔我這幾天他正在登城基 他這幾天在幹嘛 那大概要三週的時間 然後我就說 可是我要離開 他說那你要國際運送 所以他可以讓你聽國際地址 然後接 他可以 他一定可以的 只是非常貴 真的跟他預告一下 我們今天2023年的價格 2024年的價格 大概八十幾塊美金 哇 哈哈哈哈 就一張畢業證 你不負還不行 你必須要買 對一個紙 然後那個紙可能印出來 只要畫一塊還兩塊 對 而且那紙我看過 那真的很軟 軟軟的一張 像台灣不是還有點 也像是 那種比較紙片 比較硬一點 但是那邊真的很軟 那他這樣寄到台灣 會不會折到啊 不會不會不會 我有看過 就是 嘉明的他的畢業證 他寄到LA嘛 他真的是幫你包的蠻好的 OK 對 Fedass 或是UPS OK 所以他們大概都是用Fedass或UPS 還有一個U 那個 還有一個 DHL 嗯 對對對 這三家 我那時候在選 我就選最便宜的 他有三家可以選 然後我就選最便宜的 OK Fedass 所以到時候 我就寄到台灣給你 對 希望他快一點 因為我要交給長哥 嗯 欸 那你需要去那個嗎 就是 那個 住芝加科台灣辦事處 什麼 不用 我其實有點不解 為什麼要去蓋這個帳 我不懂這個 之前有聽到人家在講 但我不知道 不知道的是什麼 他是這樣 就是他說 因為是美國的學歷 然後 他 即便是說 很很 就是台灣聽過的學校 那種 可能 還是一樣 但是 他就是要說 這兩張是假的 對 證明說這是美國的學校 然後 這個是 這個證書是真的 這樣子 然後 我是沒打算去做這件事情 我也做不了這件事情 這個 我其實有一點不確定 他是要 他是要怎麼那個 就是 不知道是不是你可以用 就是 付 就是 拷貝的東西給他 這樣 然後還是說 一定要正本給他 這我就不太確定了 我覺得這個大家可以自己思考看看 如果未來有要選立委的時候 再給蓋上 因為那個其實蠻麻煩的 而且 就是 我們大家都是國際生 我都已經會 如果我沒有留在這邊的話 我都已經拿回去了 那 對 那個我覺得 我覺得可能要查一下 到底是什麼情況會用到 而且其實講真的 台灣的公司在面試的時候 你那張畢業生出去出去 他會相信你 嗯 但他也沒有什麼好說 真的是假的 或什麼的 嗯 所以我覺得還好啦 我是覺得應該 但我 如果有空 有閒有精力 其實可以做這些事情 但是如果真的 沒有做我覺得也還好 我個人認為啦 我也不太確定 對 我其實也不知道 就是這個東西的用意 實質上在台灣 是什麼情況會用到 選舉 選舉 所以最近鬧得很兇嘛 嗯 什麼抄論文啊 什麼這種 感覺就是看你 未來有沒有要去 從政這樣子 呃 看看你那個學歷是不是騙了 對對對 是不是假的 因為那樣子看起來真的是 我覺得 像台灣的畢業證書 其實蠻正式的 就是你 還有這樣一個印章 你知道 我覺得在美國看起來真的蠻像 你看到的時候真的會傻 蛤 這是畢業證書喔 嗯 看起來假假的這樣 但他 當初我們 我們把 我們好像 申請學校的時候 是不是有寄學校 什麼什麼 政的還是蓋章的來 可能搞不好是同樣的概念 就是那時候 那個我們會記畢業證書還是成績 可是畢業證書沒有什麼 不用 我們在台灣拿到 不要蓋章 它本來就是 只有成績 對只有成績 但是要蓋章的 因為正本嘛 然後 畢業證書 它就是本來就有一個學校的 那個 紅色的那種印章在上面 嗯 所以我不太確定 這個是 什麼什麼概念 這樣子 好 這個如果 未來有機會 聽眾有人遇到實況 你碰壁了 留言分享 留言分享 告訴我們 就是 是不是必須 必須 這個 這個一定要 蓋章還是什麼樣的 對 那在美國留學期間 就是你有沒有 你特別喜歡的事情 看你這個真的很廣 是例如說 我覺得就是生活上 或者是在學校 就是 比如說在台灣的時候 然後 也許你沒有遇過這樣的事情 然後來美國的時候 我覺得這當然有很多的東西可以講 就比如說 當地的天氣 當地的食物 還是當地的人 還是當地的 比如說 文化 或者是旅遊 這些我覺得都可以算喜歡的事情 或者是說 單純就是 感覺 如果要我說的話 這個我要說不算點 可能這威斯康森才有 威斯康森沒有蟑螂 這個我也超愛 然後沒有地震 沒有蟑螂 沒有蟲 沒有地震 沒有這些東西 那邊真的太冷 連螞蟻都很少看到 幾乎沒有蟲 你幾乎在這邊 就是沒有什麼蟲的問題 然後 那個 這個這邊就講到天氣 因為它這邊 假如你開一包眼鏡片 你就沒有把它封起來 你隔起來還是脆的 對 然後甚至你的飯菜放在那裡 對 桌上隔天起來也不會有差 對 都不會有 然後我這裡就看到我室友 就是我給他們吃 我帶著一枚小花粉給他們吃 他們開著這個我放在這邊 然後我想說 欸不瘋起來嗎 然後隔天他們再繼續打開再繼續吃 然後過幾天再繼續吃 都 你還可以聽到那個很crunch的聲音 喔 因為不會潮溼 因為不會潮溼 然後我自己 因為我個人非常喜歡花 好 但是在台灣鮮花不是那麼的 因為它兩三天 對 應該是說 它兩三天它就哭掉了 對 可是在這邊它可以放很久 因為天氣的關係 嗯 而且花在這邊很便宜 蠻十塊十幾塊在超市就買不到 對 所以你就讓自己心情很好 這樣 我覺得美國人蠻喜歡買花 對對對 看到別人去超市買菜 就會順便買一束花 然後花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包裝 就簡簡單單就拆花平底 但是在台灣你要買花的話 這種還是比較 Often 好像都到那種什麼花店 對 或是你要到花市去 如果你在花店買那種包包包裝 都超貴 對 沒錯 我就覺得 啊哈 那還算飽掉我 或是一把 然後可能十塊錢而已 這也是我蠻喜歡的店 蠻京舊臧的 潮溼這個問題 我其實最近有體驗到 就是聖誕節的時候去一趟DC 然後我發現DC比較潮濕 然後它的那個比如說下雨啊 然後你的襪子或鞋子有一點潮濕的話 到隔天早上過了一天還不會乾 那就很台灣啊 就很台灣我就覺得這樣 然後如果是在這你就覺得會乾的這樣 對在這也覺得會乾 像光是我們洗完碗把它放在旁邊 就一個不用隔天 就是大概一兩小時就乾了 對對對 但是這也是缺點 就是如果乾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我們是有買夾式劑 加湿器這樣子 那不然真的太乾了 受不了 對我覺得我冬天我覺得非常是那種就是 尤其是可能睡一個晚上 然後你的嘴唇就裂開了 對對對 有時候裂到起來你早上嘴唇就會流血了 嗯 所以我覺得在 又好又壞 在可能我也是康星啦 就是比較需要擦乳液啊 然後擦護唇膏啊 沒錯 而且護唇膏不是薄薄的擦 你要厚塗層在那邊 晚上睡覺前的時候 換床起來就裂開了 我覺得需要那種油油的 要比較油油的 對 棒狀那種可能買 對棒狀那種不行 一定要那種一整罐的那種在用 嗯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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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天氣 天氣其實我是蠻喜歡的 我蠻喜歡這個 天氣啦 天氣也沒有很常下雨 因為像 美國有些地方 那他直接下雪 今天就下雪了 對 對對對 這蠻好 我覺得那個什麼 然後沒有一年到頭都 或是冬天都會下雨 對 比如說台北的話就是很常一直下雨 大概就 因為像下雨也是這樣子 就大概一年有一百五十天都會下雨 然後 嗯 Mawaki我覺得 還好 蠻少下雨的 蠻少下雨 蠻少下雨 因為他只要溫度夠平 他直接給你下雪 嗯 其實夏天也沒有很常下 我們會自己覺得 不常 對 天氣算是不錯啦 雖然說冷是真的很冷 可是那個冷沒有說到 就是 呃 像台灣一樣這麼的不舒服 嗯 因為室內都有暖氣嘛 而且你其實真的那種 零下負二三十度 你也不會出去 對 然後公車也有暖氣啦 嗯 公車也有暖氣 只要到一個封閉的東西裡面 絕對有heater 絕對是有的 對啊 我覺得差別也是那個什麼 暖氣的使用吧 在台灣可能也許 比如說 10度到20度中間 可能不會 不會有暖氣 但是可能美國大概 maybe15度以下 就是一直都開著的 嗯 你到室內是可以很簡簡單 但是一個薄長袖 或者是一件短袖 都是可以的 然後你再配一件 羽絨外套 就這樣 台灣的話要洋蔥式穿搭 在這邊不用 就一件 一件厚外套對不對 厚外套 然後到室內就給它脫掉 室內都很熱 嗯 然後我覺得可以來聊一下那個 就是剛好最近是年末 然後大家都有 然後就是 我想來美國的同學 蠻多都是 有利用假期去旅行 出去玩一玩 出去看一看 然後 像 像你最近就去了一個 上次沒有完成的那個 Yes 你是完全一樣的行程嗎 嗯 不太一樣 但是大致上的點是一樣的 就是我 因為我春假的時候 等COVID 所以我就 飛到LA之後 然後就更不舒服 然後我就馬上改機票 就回來了 沒有Walky了 然後 欸那剛好欸 真的很剛好欸 真的很剛好 我說剛好小蝦也是去那邊工作這樣 對 然後那個 然後現在是嘉明 就變當地人了這樣 對 他現在快要變當地人 雖然說他其實在裡面才半年吧 嗯 但他也快要變Local了 那我就是等於說 我現在就是趁著這種聖誕節 我回台灣之前 那我就 去飛到LA找 找嘉明這樣子 然後跟他一起玩 嘉明可以看前幾部影片 對對對 前前一部影片 對 應該就是他的 是春天 春天畢業的 對他春季畢業的 對然後他現在在這個 LA工作 對 然後我就去找他玩 然後因為 嗯 不一樣的地方是因為他自己有車 所以我們直接road trip 到 先到Las Vegas 所以我們這一次是先 你是先飛那個洛杉磯機場 對我先飛LA 然後在LA之後我就到他 他接待我這樣 他就是當地人 對他就host 然後我就是訪客 然後他接待我 然後後來我們就去 我們就先 我們就一步開車 真的開很久 一步開到 Nevada到Las Vegas 然後再到 大峽谷 就Arizona 然後再 原本還要去領洋谷 但是後來我們的那個tour 被cancel掉 對 所以你們先去內華達 然後再另外一個方向 再去Arizona這樣嗎 他沒有到另外一個方向 他是從一個方向 因為通常你要到大峽谷 我們中間都會 一般各位中間都會在排一個Las Vegas 因為Las Vegas其實 所以剛剛就於中間嗎 對 其實Las Vegas他的點 剛好 他蠻適合你作為road trip的一個中繼站 對 如果大家要飛的話 其實可是我是覺得 從LA到Las Vegas這一段 不怎麼樣 就是很無聊 他就是一路開嘛 然後那個景也 景也普通 他就高速路 開開開開開 如果大家road trip的話 可以飛到Nevada 然後再從那邊看要怎麼開 再開到大峽谷啊這樣子 可以這樣玩嗎 所以你們這一次從LA 然後到這個Nevada 就只有停了就一天嗎 還是那邊也有玩 因為我們出發到Las Vegas之後 我們就在那邊休息了 因為那時候已經晚 比較晚了 然後我們在那邊休息 然後隔天才開始玩Las Vegas 然後玩完之後 當地再繼續休息 然後隔天再出發到Gran Kenya 這樣子 好可憐 然後再一路再開回來這樣嗎 然後跟大峽谷玩完 然後再一路再繞回來這樣 但是我們繞回來的路線選不一樣 路線就是選 我們走Yuta那邊 等於說走北園 就是克巴多 所以又順便去了那邊 對 所以我去買了Yuta的那個City Mark 就是反正是證明自己來過 就去星巴克買了一個City Mark 那邊是不是景其實也不錯 喔 Yuta的景很漂亮 很漂亮 但是 我就在車上欣賞 然後又走了這樣 因為克羅拉多高原那景都看得到啦 就是什麼Arizona Memada 跟Yuta都看得到 因為很大 但是蠻無聊的 很漂亮但是很無聊 我個人覺得 所以你春假的時候 原本排就有要去Arizona 本來就有排大峽谷 有沒有大峽谷 對對對 但是那時候沒有 沒有預計會那個 會有經過那個Yuta 喔 因為我們當時沒有 不是road trip 我們當時 那時候用飛的 對那時候用飛的 那時候就是飛到 先飛到LA 再飛到Las Vegas 然後再 所以那時候是預計 飛到那個Arizona 再開車這樣子 沒有沒有 我們那時候就是沒有開車的行程 我們那時候直接到 直接從 因為其實在Las Vegas 沒有很多Tour 你可以 它會直接帶你到 就是大峽谷 還是到峽谷 喔 所以那時候是預計是這樣的行程 對對對 我們那時候就是不租車 因為我們都還算一算 其實我們都已經坐飛掉 對 租車其實不划算 嗯 我們就沒有租車這樣 但是後來這個也就是沒有實現這個Trip 這樣 OK 所以這樣子 以當時的就是 呃 就這樣要跟團的那種 然後現在這次自己開 你覺得如果 嗯 同學下一次去的話 能夠推薦的那種 呃 當然是推薦Royal Trip Royal Trip 因為不一樣嘛 而且這個是你在台灣體會的 嗯 對 然後景很漂亮 可是Royal Trip的話我建議就是當然來用 就從Navada開車 對對對 從Navada去住 而且到處都有註冊的地方 它那個飯店就是 每間飯店都 樓下都會有一個櫃台是註冊櫃 每一間 然後 嗯 因為滿多人從那邊開車到Arizona 而且路很簡單 對 就是一路上就是 那個路很直 然後又很好開 嗯 又沒有 像台灣可能還有摩托車什麼 就不好開嘛 這邊就很好開 但是要開的時間因為比較長 所以建議當然就是 兩三個人可以輪流的開會 會好一點 嗯 然後車上當然就是 該準備的東西要備洗 食物水什麼的 都是要備洗的 你們是輪流開喔 沒有沒有 我這次都想要開這樣子 嗯 但是我也是可以開 只是說 剛好它開很OK 而且我們排沒有排得很緊 嗯 嗯 我們一天開車的時間沒有到 最多就是四五個小時 喔那還好 而且路 那個真的是很好開 嗯 沒有什麼 就是很需要很 很高度專注的那種 它那個都是高速公路還是 就是那種 不是它是公路 公路 然後因為第一個車不多 然後 然後景又 就很簡單很好排 就是路很直 只是這樣一直開 只是你進入市區 進入town裡面的話 就是要注意一點 小心一點 對 那只是開連紅綠燈都沒有 呵呵呵 就一直開 然後旁邊有什麼動物什麼 有時候會出現 但是比較注意的時候 這邊的陽光很刺眼 所以那個有時候照都是很不舒服 嗯 因為墨鏡這個是必備的 了解 不然你知道你會開不了 你說開那個Arizona的時候嗎 還是 就不一定 就有時候你開 離路上的太陽 這樣照的時候 不管哪一天都會有 而且你不知道到底東西 還是怎麼樣 你怎麼走的嘛 日出 不是日出出來 就是日落 有時候日落的時候 那個也很刺眼 因為它直接直射你的眼睛 喔確實 所以墨鏡必備 了解 嗯 那旅遊的話 你來之後 你有去過其他地方旅遊嗎 沒有 這個是唯一的 是唯一的 如果要講話 這是我 算是第一次旅遊玩 我在美國 芝加哥有嗎 我其實沒有去芝加哥玩過 喔 我就去那邊的Arizona買買東西這樣而已 OK 沒有沒有 其實我來的時候 我就蠻 我都沒有看 像他們其他有些人都蠻常出去玩 那時候我就很懶 我就說待 待在宿舍裡面這樣子 那你去就是 我是覺得美國旅遊 感覺跟台灣 可能我覺得尤其是你這次去的這個旅遊 跟台灣不太一樣 因為就是那種大自然景觀 對主要是景 那景真的很 一望龍際 因為如果去城市的話 其實 嗯 當然街景不一樣 但是可能也許 行程就會 跟台灣比起來 也許台灣的娛樂活動會 在城市裡面比較多 對 然後 然後 美國可能很多人喜歡 就是去那種 大自然景觀 然後 看那些的 我 我最近好像聽別人講到 就是那個 就剛剛討論就是 那個 大峽谷 對 就說 就像我們都會看到那個照片 就看起來這樣 然後但是 那個照片雖然看起來很厲害 但是實際上就更厲害 對 真的 是這樣嗎 完全沒錯 因為我實際上看到 大家都會想要拍照 你拍出來的景 你 或是你看到明信片上 就是你沒辦法 沒辦法比 真的 你親眼看到 真的還是有差 我那時候看 我一直想拍照 然後就 或是那個 road trip上的景 我想拍照 拍起來就沒那個感覺 那你真的看這個 就是會覺得自己很妙響 就是 你才會懂 一望五季這個神語是用在這邊 那這個看出去真的非常漂亮 而且我們 看完那個 好大峽谷這個點 我們要 我們要離開嘛 我們要開下去 一路開下去 你的 你的左手邊 或你的右手邊 真的也是很漂亮 就是 我的Apple Watch聽不清楚 就是 左手邊可能就是峽谷 右手邊可能就是 克羅拉路高原 很漂亮 那就是 你錄起來 沒有什麼感覺 但是你在上面開 真的很漂亮 不過你這個時候去也算是冷了嗎 冷 是有雪是不是 沒有 呃 I come from Wisconsin 所以說 所以說我在這邊是沒有雪 沒有雪 但是還好 但大峽谷是冷的喔 因為它是在山上 風大還是什麼 風大 然後確實也比較 溫度大概 -5度 -10度 嗯 差不多 但是它是因為是山上的關係 一下山就還好 嗯 嗯 但是因為跟美瓦皮比起來就是 小菜一點 嗯 嗯 就還好 你覺得旅遊 就是途中有遇到什麼有趣的東西嗎 比如說人啊 還是 還是當地 就是跟美瓦皮什麼很不一樣的東西 是你特別有印象的嗎 還是其實 還是差不多 還是還好 然後我回來說我也感情是沒有 這威斯康斯的稅算是第一個 你知道 你知道美瓦皮的稅就是經營漲嗎 漲得多好 就是從5.6%漲到7點多 蛤 快到8這樣 它瞬間 瞬間漲得多 就是消費稅這樣子 但我要畢業了 所以 之後來就沒 大家來已經沒有5.6了 我想說5.6 因為我連Yuta都比這裡高 那時候在Yuta買Citymark的時候 好像6人多趴 然後 我就想說 哇 那威斯康斯真的低耶 那你今天一講 如果都有變性很多 然後我就是 呃 芝加哥是在十幾吧 十一 十點知道多少 十一 芝加哥也是貴 然後 我 這個喊價我去了 DC差不多是十 然後 然後 紐約比較低一點 紐約8點多 哦 紐約8點多耶 然後費城可能 費城比紐約低的那樣子 我記得 對 所以我就覺得說 其實芝加哥真的蠻高的 對 跟LA差不多 LA也蠻高的 LA也是十點 好像十點多 我也很快確定 它到底點多到多少 但也是十開頭 等於說你買所有東西 全部都要再加一層 嗯 就是加一層的價錢上去 嗯 好 我們下一個要來聊的是 如果這個 如果今天有機會重來一次的話 有沒有什麼希望改變的 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當然 當然也許就是 呃 大家 反正求學過後 然後就是 其實大家也都度過 所以其實 其實就是 也不是很大不了 但是 但如果重來一次的話 可能也許你會 有一些東西想要改變的 比如說 什麼事情想要多做 或者是不想做 呃 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覺得 不要寫論文 不要在美國寫論文 嗯 所以你說台灣先寫 對台灣先寫 因為第一個是 在這邊寫論文 因為寫論文很孤單嘛 大家如果有些人寫過 就會知道說 寫論文其實就是一個人 在那邊做研究 然後很孤單 那就比較可惜的是 因為我來美國也就 等於說 我就拿一年半的時間 然後我就花了半年 就是尤其這一學期 我整個就是 自己一個人 就是做研究 然後寫論文 然後就是 找老師討論 我這個學期 基本上沒有講英文 嗯 就是因為沒有上課嘛 沒有跟同學交流 對 這是滿特異 對對對 那我教授都是台灣人 我們都是講中文嘛 那 我覺得如果出國 如果尤其是你只是 念個一年兩年的話 就一年多 然後就不要花時間 在寫論文了 因為寫論文真的很花時間 那他也不是說不好 就是說 你可以選擇的話 你就在台灣寫一寫 然後在美國就休課 然後多認識朋友 多交流 我覺得會好一點 嗯 所以就是雙領學位的話 因為畢竟你們可以 二選一嘛 沒有說你一定要兩個都要吧 對 就是你可以選擇 你就是cissus 或noncissus 你就可以選 但是 你在台灣就是要先寫完 台灣論文 或是你回台灣再寫 因為台灣的畢業要求 就是有一個 就是論文嘛 台灣好像沒有打cissus 沒有沒有 台灣沒有這個 program 台灣沒有選擇 台灣沒有選擇 台灣沒有選擇就是要寫論文 可是在台灣你可以寫中文的啊 嗯 對 確實 這邊寫英文就會 會有一個挑戰 不過現在那麼多AI問題 嗯 缺了GPT有什麼的 其實就是 還好啦 還好有這些東西 這樣 就可以幫助蠻多人 嗯 不過我想寫英文可能也許 對你來說也許不是最大的困難 可能是你剛剛提到就是 就花了很多時間 然後然後寫一個論文這樣 對 然後可能 就反而關著自己 對你自己一個人 然後你 那你來美國的點在哪 就是 這些事情其實你在台灣就可以做了 嗯 我就不用特意 特意來到美國還要做 但是因為我是因為學分要求 這是對我來說是 最省時間的方式 要幫我陪台灣還要再寫 因為我在台灣那時候還沒寫論文 那如果是那個什麼 他們跟你一樣在台灣的時候還沒寫論文 他可以在美國其實也把台灣的論文寫完嗎 然後就這邊選擇 可以這樣嗎 可以 但是這樣的話我就覺得 那你就寫美國論文就好啦 哦 你就在美國寫就好啦 因為因為 我不見 你變成說你在台灣 等於說你可能這樣線上 跟台灣的老師 嗯 溝通 然後你寫台灣的論文 但是你美國還是要休課欸 嗯 因為美國這也是不承認你台灣那篇論文的 嗯 所以等於說你又要 這篇篇篇篇篇範很辛苦欸 就像我們剛剛前面提到嘛 你修那麼多學分那已經很累 你根本沒有時間去寫論文 嗯 你會 你會就有點多頭馬車那種感覺 所以如果你沒有寫的話 乾脆就在這邊寫 就跟我一樣 嗯嗯嗯這樣 那台灣如果要寫論文完再出來 是會通常會多一個學期嗎 就是多花一些時間 如果原本你 你要先寫完再來的話 是會可以同 原本那個時間就出來 還是你可能會要多一個一個學期 或一個兩個學期 如果以我當時的情況 會需要再多一個學期 因為我根本還沒開始 對 所以我覺得要多一個學期 可是 嗯 這很難講欸 因為 就看來有些人可能塑依的時候 就已經把課都修完 然後又把論文起來也是有的 嗯 那我在當時 雖然在台灣唸了兩年措施 可是學分是已經修完了 嗯嗯 所以 不用帶這邊的學分回去抵免 但是有時候 有些學行就是 不是說可以抵免多少學分 就是大家就看各個學校有不同的狀況這樣 嗯嗯 所以你的學分其實應該也是可以抵對不對 我可以帶UW這邊的學分回去抵 但是我不需要 因為我已經全部不修完了 嗯 我當時就 因為當時就有先想過這件問題 說不要到時候要抵免學分又很麻煩 然後又說不能抵 那我不是還要再多多上 那我想多多上課還是幹嘛 那乾脆全部修完就好了 嗯 會單純如果有那個能力跟條件的話 就乾脆把台灣的課修一修 嗯 不然你來這邊你還要考慮說 那個學分怎麼會抵我什麼 我覺得會有點麻煩 確實 因為畢竟你們實際上還是要 中原那邊的學分是結束的嗎 就是不是說UW 不是拿中原來抵UW 呃中原然後或長根的話 我們的學分是可以拿來UW這邊抵 對 那 呃這邊的學分其實也是可以拿回去抵的 嗯 但是就是要看規定 喔 對 規定就一條一條 對是雙向抵的 好像 但是我不太確定喔 長根是這樣子 長根是可以這樣抵的喔 但是我不確定中原是怎麼樣 喔 或是其他學校是怎麼樣 所以長根的狀況是 就是我現在拿長根的學分來抵UW 然後UW你最後再拿UW再回去抵這樣 對對對 抵啊抵續這樣子 對對對 雙向抵的 所以才會是一加一啊 就是它最好的計畫就是你在台灣念一年 在美國念一年 嗯 不然你怎麼可能 你學分如果不抵的話你一年是念不完的啊 嗯嗯嗯 但是這個規定真的要一條一條自己看清楚 而且 長根 因為長根是工商管理 那它其實包含了工業工程的課 什麼財務金融的課什麼 商業經營的課很多嘛 嗯 那 呃 大家能拿到UW這邊抵的學分只有工業工程那些的 嗯 所以我當時在選課的時候我就特別注意一下 你這個課可不可以抵 這個課不能抵 嗯 這樣子 在選課前就有先想過 有可能 對對對 你要確定一下來是可以抵的這樣 那你可不可以抵你是要跟 比如說問誰嗎 或是跟誰討論 通常學校 學校應該都是可以問的 就是國際處可以問 或是在長根那邊的問 對對對 你就問系上的嘛 因為它當初他們簽這個program之後 一定是有一些 類似什麼合作備忘錄啊 或什麼 那通常是問國際處 或是問 嗯 學校負責的老師這樣 所以你其實出來之前你就知道 來這邊要選哪些課 因為那些課可以抵 知道嗎 對我在當初我在工商系的時候 我在選課的時候就有注意 就是有些人算過說 喔這個課可以抵 嗯 因為最多可以抵12學分嘛 就是四門課 我那時候有些人挑過 但他有規定喔 就是一定要好像是 B加以上才可以抵 嗯 對如果你是B以下的話 他是不能抵的 OK 對 所以就是要看一下 就是 各種不同的規定 而且有些學校是幾分以上就給A 幾分以上是多少 就是每個學校不太一樣 嗯 就是要看清楚 不要到時候會後悔這樣 對 對 我覺得你學分這個是蠻重要的 很重要 很重要 好 我覺得這個算是 也是給學弟妹的建議啦 對對對 一定要看清楚你的 尤其如果你是雙聯學位的話 對 比如說你身上有個身份 就是 你如果是自己很單純 你自己考了GRE 自己考了GMATE過來的 那你當然沒差嘛 你不受限於 可是雙聯學位你就受限於 原本學校給你的一些規定 你就是要看清楚 嗯 所以你覺得除了 除了剛剛講的話 那些建議的話 你有還有想到其他 你會想要給學弟妹的建議嗎 建議是指說 已經要來的人 還是還沒來的人 還是 就是我說還沒決定要來 還是 哦 六分哦 六分 哦你兩種都 那我們先 我們先講就是要來的人 好了 就是之後確定會來的人 哦 之後確定會來的話 那就是 嗯 我想一下 之後確定會來 就是你已經拿到 就是他已經 拿到錄取信了 就是他進入你們這個雙聯 然後他有 他有興趣要 要來 要來 這個什麼 1加1的program 這樣 等著人這樣子 就是 就等於說 他們已經在 就等於說 你的系上的學弟妹 哦 那我就會建議他說 如果他已經拿到學位了吧 如果不是拿到學位 拿到什麼 錄取信的話 那你就要開始規劃一下說 你要先想好 那你之後在這邊你要做什麼 你要不要 要先想好你要不要留下來 嗯 就是你要不要在美國工作 雖然說 沒有人知道未來會怎樣 你至少要先想好 如果你要身體OPT 你那時候就要先想好 那你來了美國之後 你就要開始 可能開始要開始準備 因為有時候 如果你到時候你太晚開始 你就會後悔莫集 因為你就來不及 說到這個就是 你的學弟們先去當兵 對 對 當兵這件事情很重要 我是女生 所以我沒有這個問題 但是我看到有些人在煩好這個問題 那確實 你就 那你能怎麼辦 對 你寧願先解決掉 不要中間 來這邊再煩惱 說是不是要休學還是什麼 沒錯 這個是要先想好 什麼當兵的問題 然後或者是 你 甚至你跟你的 那個 你的男女朋友 或你的家 你要溝通好嗎 因為有些人可能是 家裡不同意說 你留在這邊 或是你的立場 或怎麼樣 這種就是感情問題 對 一律建議分手這樣 對 看看是怎麼樣 還是兩個人一起來 還是什麼的 都是要想你 因為這個可能會吵架 因為在 遠距離很辛苦的 對 這個是給 當然即便 不知道 我覺得 我不知道你怎麼想 就是如果你的 另外一半不同意的話 你還是會來嗎 那肯定分手 沒有沒有 所以這很重要啊 就是要溝通 所以沒有溝通過這個嗎 沒有什麼溝通 就是我就是要來 好 你只能接受 對 我沒有問你的意見 你只能給我接受 我在告知你 對告知你 沒有這個就講到 因為我男朋友他自己也出過過 他自己也知道說 這段經歷 反正是 每個人 他一個體會 他一個體會 對 這個就是 你們能不能走下去 如果說真的不行 他根本可能不適合嘛 對對對 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權 對對對 對對對 這是給要來的人的一些建議 嗯 那如果是給還沒有來 就是比較 可能想要來 但是你還沒有 都還沒開始的話 那我 基本的就是你要做好你的計畫 因為我自己 那時候看到 很多人就是 因為你沒有先規劃好 都有點 還是有點猶豫不決 啊要去啊 要考託福什麼的 就是你要先計畫好 好 我現在 你要make a plan 就是 那我現在開始準備託福 那我什麼時候要考到 然後什麼 這計畫都要做好 甚至 你的金錢規劃 因為出國這件事情 不是出國才開始花錢 他是你出國 你決定要出國 你決定要出國讀書這一課 就開始花錢了 對 報名費 託福好貴啊 對託福費 而且你還不是討一次喔 你可能要討好幾次 對然後甚至是你的 那叫什麼 一堆有什麼簽證費 什麼 有的沒有的費用其實很多錢 那 那比金額的算下來其實 不小 對 甚至我們念公立學校 我都已經覺得有點貴 那 你要 你這筆錢你要怎麼來 你是自己打工賺嗎 還是說 你父母會贊助你 還是怎麼樣 那 如果是你自己打工賺 你就要去想 那你賺 你賺這筆錢 你要工作 你要考託福 其實那是很辛苦的 所以這件事情就是 你一定要make a plan 對 不然你就會出來 你會被很多事情打不住 那你自己覺得就是 就是一加一這個program 你覺得會很推薦 非常推薦 因為CP值非常高 我也覺得 CP值是非常高 為什麼說CP值 就是因為在美國讀書太貴了 你的生活費 你的學費 什麼都是很貴的 那一加一很方便嘛 你看 你拿兩張畢業證書 你再讀一年 那如果你之後真的未來想要 再多讀一點 那那也可以啊 你就千薄還是幹嘛 再念一個不同的碩士學位也是可以的 嗯 話說長庚有沒有 像我們今年中原不是有來這個大學部 二加二 長庚好像也有 但是我們這個系好像沒有 但其他工學員的系好像是有的 哦 對 或是三加二 三加二是指念三年的大學 在台灣念三年大學 然後來美國念兩年的碩士 嗯 對 這個好像也是有的 三加二 但是又很多有 你覺得如果同樣情況的話 你會選 你大學的時候會選二加二嗎 來嗎 不會 如果 那我選 如果有什麼三加二 二加二一加一的話 我會選擇是 呃 我會選三加二 哦 對 三加二是什麼 大學加研究所 大學三年 然後碩士兩年 這樣子 我可能比較常選這個 那 不過其實這也很難講 因為我當時並沒有 並沒有這個選擇 並沒有二加二這個選擇 我當時 我還在大學的時候 我念機械系的時候 是有三加二跟一加一 嗯 有這個選擇的 但是那時候沒有二加二 那就是在台灣對不對 台灣的時候完成 對 二加二應該是新的 對 嗯 那而且像這種 二加二這種事情 其實你在大一 你就要決定了 嗯嗯嗯 對啊 你在大一的時候 其實你進來 所以就是我剛剛說 就是你要 甚至搞不好你入學的時候 就已經是不同的管道 你可能入學的時候都是 所以這都是要 你提早都要想聽出去 很多時候 你看到的時候其實 啊 結果你身分不符 我當時大學的時候 是因為成績不符 可是因為我看到的時候 你已經來不及 你的成績已經在那邊了 你也沒辦法去更改 可是如果你一開始就知道 你可能可以努力看看 對 嗯 這就是 給大家一個提早的 一定要提早做計劃 因為我在進工商系之前 我就已經決定 我就已經知道說工商系有 這個 這個program 所以我一開始目標就很明確 我就是要來美國讀書 哦 對 只是說剛好也到工商系 這樣子 所以 這個就是 你要盡早做計劃 還有錢 錢一定要先規劃好 不然沒有錢很麻煩 哦 對啊 就是 反正出國就有很多事情 你要準備更好 不是來這裡之前 對 來這裡之前就已經 就來到這裡 當然是要花錢 來這裡之前就開始 對 那你決定的那一刻開始 錢就太燒了 嗯 那這次畢業典禮 就是你 你爸媽來 然後那個 那是另外一個是你的誰啊 喔是我堂哥 堂哥對不對 他也是在台灣嗎 對他在台灣 那他們這次來 他們有沒有什麼感想 就是這是他們第一次來美國 對他們第一次來美國 他說 哇這飛機真的坐了有多久 哈哈 真的坐完搖頭 對對對 這次喔 這怎麼沒有坐過這麼久 他們最遠可能就去過飛海道 喔 那個記得嗎 就是都是亞洲啦 就是那個最多就五六六 他們這次是 就是桃園直飛嗎 對飛芝加哥 中間沒有停個日本嗎 沒有沒有 他們就直接飛芝加哥 這樣然後從芝加哥在 其實你從日本飛來也是很遠 也是很久 對 那他們就到芝加哥 他們就在芝加哥玩了幾天這樣子 然後再來 我再帶他們到我沒有挖皮這裡 參加畢業典禮 你覺得你爸媽第一次來 他們適應的怎麼樣 或者說他們原先 可能對美國的期待 或是對台灣的依賴性 然後到美國 像我啦 就是 因為去年我爸媽來參加我畢業典禮 然後我一直覺得說 先不要講我媽 我覺得我媽比較 比我爸是年輕一些 所以他也許他適應比較好的 但我覺得我爸可能是 原本覺得說他可能不會很適應 然後帶他們來之後 我覺得他們就蠻喜歡的 就是覺得說 對美國 就是 也許他們可能想像跟實際不太一樣 所以 所以就是接受度蠻大 然後也蠻喜歡的 不知道你爸媽有什麼 我自己 他們自己沒有特別講什麼 但是 因為畢竟他們 抱怨就是飛機的部分 對 就是說第一個真的時差的問題 可是這都是很還好 他們是不是時差很嚴重 我蠻嚴的 他們有時候在四 他們就是很 下午大概四點多 就會想睡覺的 然後 然後 我是覺得心 不太一樣的地方是 因為他們是 觀光客 那我們是學生 對 所以我們是真的在這邊生活 那他們來的話 他們是 旅遊 對 他們很多事情都是看得很新鮮 所以他們也沒有什麼不適應 確實 那吃東西他們當然也會想 哇美國怎麼那麼大一盤 啊怎麼那麼貴 然後什麼的 就這樣 可是因為畢竟他們只是觀光客 他們 早就已經知道這些事情 他其實就 真實體驗一下 哇這樣而已 對 那要給多少part 就這一種 文化 文化的 衝擊 但是還好 就一點點 OK 他們好像也沒特別抱怨什麼 那你堂哥有覺得 我堂哥有一點 他覺得有點disappointed 是 他本來很期待 Why Christmas 就是像 就今年剛好比較熱 今天沒辦法 對今年沒有什麼雪 今年十二月 他如果留到一月就 對對對 因為十二月不知道為什麼 今天比較沒有那麼冷 所以今年就沒有什麼 Why Christmas 這樣他就有點 蛤 他的雪呢怎麼沒有雪 這個堂哥我們歡迎你 那個 冬天這個一月以後 再來一遍 再來一遍 雖然到時候平已經不在了 對對我已經不在了 可是那時候Christmas就沒了 也是 但是就有 就有 就有 就有學薛景這樣 好 那我們來到今天 這應該是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 接下來你畢業之後 會有什麼計畫 我是回台灣 所以我回台灣 因為我剛剛提到說 我們家有工廠 所以我會回去公司上班 很普通 這也沒有要 這原本其實也是 你來之前就計畫 對我其實從一開始就很明確 就是我就是沒有辦法留在美國 雖然說美國 有很多很好 但是我自己這樣看 我還是喜歡台灣 光是食物這一點 那沒有辦法 我還是喜歡台灣的食物 美國沒有打動你這樣子 沒辦法 他雖然有很多優點 然後 但是台灣的方便性啊 還有 而且你的家人朋友都在台灣 然後再加上 台灣的這個食物 他 你出門肚子 你隨便要 找個吃的都有 在這邊就沒有 我自己是 還是台灣的胃 所以 沒辦法接受 我覺得我也是啦 但來久了可能就會妥協 對 來久了可能 可是我自己是 來這邊之後 我也沒有很喜歡這邊的外食 外食 也不喜歡 反而外食就那些嗎 對就那些 而且其實在這邊外食成本是高的 因為在台灣太多所謂的小吃 那個吃東西都不貴啊 你天天外食你也不會說成本多高 可是在這邊外食成本是很高的 對還是要自己煮 所以你覺得就是 你最後計劃要回去 然後你來美國 這樣的時間你覺得夠長 讓你就是 你有滿意這樣的時間 還可以再更長 我覺得 差不多啦 差不多對不對 一年半差不多 因為我一年半 一年可能會稍短 但是不是一年半嘛 就好了 所以可能也許一年半到兩年 就差不多 那時間 就體驗美國啊 然後等等的 這樣子 就差不多是這樣 對 滿好的 我覺得 其實之前也有一些學生 後來 也是決定要回去發展 然後我覺得 都很好 就是大家 不同計畫這樣子 然後 因為其實留在這邊 也沒有 也沒有說很容易 就是 也蠻多挑戰 就是光身份上的簽證 然後 等等的事情這樣 然後當然 你留在這邊越久 如果你沒有到一個大城市 沒有就是 會減少很多 可以吃到台灣食物的機會 像現在可能 那個嘉明可能那邊 我不知道他那邊 有多少台灣的食物 或者是相關 但是應該比女娃比多 對應該比女娃比多 因為他那邊華人也很多 LA華人也很多 你這是去他那邊 有吃到任何台灣餐廳嗎 我們沒有去台灣餐廳 但是 亞洲料理是多的 對 韓式料理是多的 對 對 所以感覺 對啊 我們畢業生其實 他們也是 春天的另外兩個人 去修士頓 所以也算是 對 華人比較多的城市 對 這都是華人多的城市 但我常常海韓 嗯 對啊 不過 對 美娃比算是 我覺得算這幾年開始有開一些 但是跟那些大城市比較 我覺得可能要再過個幾年吧 嗯 紅海再多設幾個場 就類的 哈哈哈哈 他再多設幾個場 好不好人就會越來越多 那你覺得你回去之後 以後還有計畫會 回來美國 就是 玩啊 玩的話當然是 當然是可能 是不排斥嘛 可能未來一定是有機會 但是 嗯 不知道耶 就是要看未來 不過未來的機會 可能生意上有機會 那可能會過來吧 就是你在 那你回去工作 會需要出差嗎 目前是不需要 但是未來很難講 不知道會怎麼發展 也是 嗯 好 那我們今天大概 這品譽的分享就到這邊 這個 呃 大家如果這個 有任何問題 就要給品譽的話 就是詢問的話 對 關於他 當然他的專業是這個 方面的話 我想他 他都可以回答大家 可以在下面留言 對 然後 然後 對 那 對 那我們這個影片就到這裡 然後 如果大家 這個 對這個 留學 有興趣的話 就提早準備 對 就是我 最後一件事 就是提早準備 然後要計畫這樣 計畫 好 那就到這裡 拜拜